弟兄姐妹,平安 罗马书8章17节 若是儿女,就是后嗣 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做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是要我们和他一同的荣耀 父神在创世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神的儿女 同时也预定我们要在基督里承受永恒的基业 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 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我们也确信我们一定会得着基督里的基业 因为父神赐给我们圣灵做了凭据 只是在与基督一同得荣领受我们基业前 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认识 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磨难 而这些磨难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样的益处 一,经历磨难,学习顺从 希伯来书五章八节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我们的主耶稣 他的生命是完全的 他柔和谦卑,信靠顺服 耶稣在地上的每一步都是柔和谦卑 完全的顺服 他不需要苦难来学习顺从 这句经文的意思是因为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榜样 天父要借着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活在肉体中的人 他若要学习顺从 苦难和磨难就是不可少的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他发现当他想顺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却不能 阻碍他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里面未死透的肉体 我们的脊 弟兄姐妹 神让他的儿女经历许多的磨难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破碎我们里面的脊 为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学习顺服的功课 约拿 当神呼召他去尼尼威城宣讲神话语的时候 约拿他自己有许多的想法和认知 他向神刚硬躲避神的命令 坐船往踏实跑去 之后 神在海上兴起狂风巨浪 最后用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约拿在渔妇里三天三夜 弟兄姐妹 神用磨难管教了约拿 特别是大鱼里的三天三夜 约拿更是经历着恐惧黑暗 几乎是死的磨难 最后约拿在渔妇当中降伏下来 向神悔改 再一次奉献自己 当大鱼吐出约拿以后 他去到尼尼威城宣告了神的话语 虽然约拿的生命 还有许多的不完全 但是这次的风浪和大鱼里的磨难 使得约拿的生命比之前更谦卑 学习了顺从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约拿 在面对圣经里的一些 神的命令和旨意的时候 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判断 使我们不愿意顺服神 这时神可能就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磨难 在磨难中 他谦卑我们 破碎我们的己 使我们再一次思想神的恩典 再一次认识顺服的必要性 在磨难中 我们悔改转向神 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二 经历熬炼 生命才得以长进 神会使用磨难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诗篇66章10到12节 神啊 你曾考验我们 你熬炼我们 如炼银子一样 你是我们进入罗网 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你使人坐车压了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想约伯就是最好的名字 约伯 他在经历一切患难和熬炼之前 在石的眼中 他是一人 约伯记第一章说 他远离恶事 敬畏神 他是神喜悦的人 后面 我们看见神允许约伯 经历了极大的磨难 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 也不是因为神听了撒旦 而是神有更美的旨意 他要使约伯的生命 更加完全丰盛 在经历一切的磨难之后 约伯更加认识了神 他说 曾经丰文由你 如今亲眼见你 他也认识了 曾经没有认识到的 生命未死透的败坏的肉体 他更深地悔改 他说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告悔 这一切过去以后 约伯被带进生命更丰盛之地 约伯记42章10节 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从前所有的加倍 这句话属灵的意义 就是说约伯的生命 度量被扩增 比过去加倍的长进 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因耶稣基督的福音 成为神的儿女 是圣洁无瑕疵的 但是我们生命里还有许多败德之地 我们可能也如同约伯一样 还不认识我们里面 未死透的肉体 所以在磨难和幻闻中 我们里面的不幸 背离 自意 很多肉体的软弱 会被咸咪 然后我们会在恩典中 更深刻地悔改 最后在圣灵的工作中 我们的生命度量 贵阔增 我们会更像 耶稣基督 三 经历管教 结出公义的果子 弟兄姐妹 神会管教他的儿女 让他们经历一些 很不容易的事 为的是让他的儿女 在圣洁公义上 更加完全 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十二章十一节 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凡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神所爱的大卫 当他犯了坚淫的罪 并且杀害了义人 利亚 神借着先知拿丹 责备他 并且说 你的孩子 必要死 再之后 大卫经历孩子的死 我想作为父亲的他 这是一段 极其难过和痛苦的时间 神要借着严厉的管教 让大卫的心真正知道神的圣洁公义 神的全知公平 而使大卫对神有更深的敬畏 也对罪更深的恨恶 当大卫经历这样的管教 他的生命在神的圣洁公义上会更加完全 他对神敬畏对罪的厌恶和警醒 神的生命更加圣洁 也更加警醒 弟兄姐妹 若我们去查考圣经 每一个圣徒都是在各样的磨难里 学习顺从 经历生命的更新 结出圣洁公义的果子 若我们去阅读历世历代 圣徒的见证和自传 没有一个圣徒的生命 是缺乏磨难和苦难的 弟兄姐妹 神让我们经历磨难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我们的生命 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完全 使我们得以预备领受基督里 那些丰盛的基业 在永恒里与他一同得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你现在正遭遇磨难 经历患难 盼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帮助你认识神的心意 知道神是因为爱你 为了造就你 为了预备你 领受更加丰盛的基业 而让你经历今天这一切的磨难 愿主祝福大家